平安 欢迎收看好消息 古度瞭望 我是陈凯莉 受到疫情的影响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今年6月失业率达3.74%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也飙高到3.59% 痛苦指数飙破7% 创下10年的新高 弱势家庭经济收入更是捉襟见肘 长期关怀弱势孩童的1919陪读计划 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8月2号在台北市长官邸一文沙龙 举办午安晴天1919陪读计划记者会 邀请代言人王静呼吁社会大众关心弱势而少 台北电影节影后新生代言员王静首度为公益代言 8月2号出席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 午安晴天1919陪读计划记者会 单亲家庭长大的王静 以自身故事鼓励面对人生风雨的孩子 也呼吁社会大众用实际行动帮助弱势家庭 雨过天晴 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一定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 甚至在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苦难 可是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所说的暴雨之后 一定会有的晴天 然后在这个社会之中 有一群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 会支持大家一起成长 基督教救助协会自2004年起 已经累计资助超过6.5万人次 弱势家庭 根据最新的报告 目前资助的2296个儿哨中 37%是单亲家庭 44%需要依赖政府或师傅单位经济补助 全体孩子中558个孩子家庭有特殊状况 其中21%的家长打零工为生 17%有身心障碍 而这些家庭的困境来自台南的阿玲都有 就11岁那一年的时候看过一次 然后就没有再看到了 妈妈是在9岁那一年才看过一次 然后就没有再来 数十五 他对我也很疲倦 五个一块 一个两毛钱 一天一千多个 两百多块 对啊 疫情下生活更加艰难 临时的派遣工 也是有一顿没一顿 1919的食物包 在这段日子 勉强帮助他们撑过 我跟阿伯都是没有办法照顾他 没有办法教他读书 所以他那个老师教他功课 这对他帮助很多 因为我们都没有 小时候没有读书 还好都有那个教会老师 一直陪伴他 金钱还有物质 这些协助是必要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其实是人的陪伴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在一种 施工人的家庭长大 其实以台湾现在来看 吃喝这些可能 因为有一些的公益团体的捐助 可能还不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在他们的身心灵的方面 台南神召会 自2010年开始免费陪读班 让孩子放学后 可以走进教会 接受课后辅导 品格教育 多元才艺的机会 其实对这些孩子来讲 说真的他们就是依旧过生活 但是我觉得这个陪读班 好像给他们一个希望 一个改变他们家庭 甚至是在家族里面的一个希望 现在在教会里面 敬拜团就是陪读班上来的 在教会里面教儿童主学的 甚至主领聚会 他们都是陪读班上来的 所以陪读班上来的孩子 成为偏乡跟部落里面 教会里面侍奉的主要的人力 那以后一些陪读班的孩子 现在已经全职在做传道人了 18年来 1919陪读计划成功整合企业 志工及资助者的资源 让孩子的陪伴需求可以被满足 也在当中认识基督的爱与盼望 以上是Good TV信用中心台北采访报导 1919陪读计划18年来 帮助的弱势孩子超过6万5千人次 一路陪伴弱势孩子成长的下中介牧师 说起1919陪读计划的社会责任 救助协会是从1998年成立 然后到了1999年 我们就做9月1的重建 我们设了1919的家园再造工作室 当时很多的孩子都没有人照顾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儿童的陪伴 做儿童的陪读 所以当9月1重建结束之后 我们开始的第一个主轴的工作 就是急难救助 第二个工作的就是儿童陪读班 在城市里面很多的孩子放学之后去哪里 这是安亲班 安亲班如果以台北市的行情 大概一个月起码八千到一万 可是对那些弱势的家庭来说 孩子怎么可能替他付八千到一万 让他去上安亲班 所以当时就产生了很多的所谓要死儿童 所以我们就鼓励教会打开门 所需要的经费我们是要去募集 所需要支援我们生活去找 教会只要有爱心妈妈 有爱心的志工 愿意来做陪读班老师 我们就支持他 那教会做陪读班呢 我觉得其实是回应耶稣所说的一个重要的使命 也许平常教会比除了儿童主学之外 大概比较不关注的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里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做陪读班不只是教会要去爱灵色如同自己 而是真正的回应耶稣的命令 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关心社会弱势孩子的需求 坐在最小弟兄身上也是做主的门徒 今天宣教视野的系列要介绍的是 2005年创办的少数民族宣教中心 这个国际差会主要关注北纬10度到北纬40度之间 北非中东亚洲以及南美洲亚马逊地区 尤其是许多与世隔绝少数民族的福音工作 MFCI少数民族宣教中心 由江冠明、思美景牧师夫妇于2005年创办 专注于魏德知名地区少数民族宣教 带人信耶稣并培训成为宣教士 向自家人传福音 利用少数民族向少数民族宣教的 M2M策略 少了文化语言隔阂 传福音更快速 17年来已支持26国300多位宣教士 我们共识地名为美工人的六个国家 主要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是辽国 我们全主要大大的复兴 这个整个国家 包括横跨的 这个美工河一个国家的 这个里面 主要求神人兴起更多的人 得找更多的少数民族来观想这些事情 我们过去所栽培的这些年轻的领袖 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当地族群 少数民族的同工领袖 在那里用他们自己的母语 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民族特色来牧养他们的同工弟兄姐妹 疫情肆虐 宣教士无法出国 在地的M2M宣教士发挥作用 透过网路为部落的饥荒发生 MFCI也从2020年投入词汇救助 帮助了6000个部落家庭 这是他们的房子 这是刚刚信主的姐妹小妈妈 养着领袖的房子 你看很简单 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们一点点的奉献 至少不要风吹领袖的时候 那个房子 你看 至少给他们放一点铁皮 铁皮装上去 就会比较好一点 通过我们的同工把这些吃眼买了这些物资 还有米送到这些少数民族 送到这些其难救助的需要 然后也通过这样的方式 也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 不只送物资帮助少数民族 育有五个孩子的思美景牧师 跟同工也来到合场 用上帝的爱为少数民族妇女 接孩子祷告祝福 因为在合场上越来越多的姐妹 他们信主 那他们信主之后 他们就很爱主 爱主之后 他们就很渴望受装备 也很多姐妹 他们渴望来服侍主 就看到说 这么多的姐妹 当他们被神得着之后 他们得着妈妈 就得着他们的儿女 得着儿女 就转化一个文化 好像我看到他们 他们讲的语言都是这么不同 我也听不懂 但是我的心中感觉到 他们就是我远方最亲爱的家人 而神乐意把这一些我们的家人 托付在我们的当中 在我们的手中 让我们把主耶稣救恩的好消息 带到他们的中间 正因为福利跟福音并进有果效 少数民族宣教中心 今年加码再帮助5000个家庭 M2M宣教士增加到500位 以迎接末世福音大收割 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灾难 包括地震 包括瘟疫 包括战争等等 所以我们过去那种方便 自由 随时进出的那种宣教模式 可能不复存在了 那未来的宣教模式 势必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调整跟改变 那福音的责任必须落在 那些当地同工的身上 后疫情时代 少数民族宣教中心团队整装待发 今年下半年 打算飞往非洲孟加拉尼泊尔宣教工厂 培训宣教士 眺望少数民族宣教的火 担任少数民族宣教中心亚洲 施工部主任斯加勒牧师 16年来跟着宣教团队翻山越岭 走遍东南亚印度尼泊尔 孟加拉少数民族部落传福音 培训当地的宣教士 而且用他的好歌喉赞美神 以在NFCI少数民族宣教中心 16年的斯加勒牧师 拥有布农族天生好体能 好歌喉 在已故好友拍拍手歌剧创作者 武清光的鼓励下 踏上诗歌创作 以及向少数民族宣教之路 我父母亲过去常常告诉我 若不是西方的宣教士 把福音带到台湾 带到我们台湾原住民 我们可能到现在还在拜鬼神 仰赖无师无婆 所以我还在我妈妈怀胎的时候 就已经被我的父母亲献给主 希望将来也能够走出宣教 我本身是台湾原住民 所以我们到少数民族宣教 就很能够很快地适应他们的环境 很能够入境随属 然后走到大山的里面 他们以为我也是当地的人 学习西方宣教士的精神 斯加勒牧师跟师母安多江 走进天远山区向少数民族传讲耶稣 连巫师 巫婆也信主 耶稣爱我 耶稣救我 我要耶稣 我跟巫师巫婆传福音的时候 巫师巫婆说你不要靠近我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在你的里面 有一个比我更大的 我感谢主 赞美主 就因为这样她就接受了耶稣 当她接受耶稣的时候 整个军庄的人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信耶稣 疫情不受限 虽然无法出国 斯加勒牧师依旧透过网络 培训教牧童工 读制诗歌 神的话语 牧养弟兄姐妹 等候宣教团队再出发 看到少数民族宣教中心的同工 翻山越岭 进入偏僻贫苦 少数民族的部落传福音 盼望这股宣教的热情 也眺望弟兄姐妹参与普世宣教 接下来父亲节系列 将镜头交给记者清雅 在华人的文化里 照顾孩子通常妈妈的角色 占比较大的比例 但因为香港爸爸黄振昌 他就发现了 孩子在零到六岁的成长期 同时也非常需要 爸爸的爱来填满 因此为了找回 跟孩子的情感连接 曾经是工作狂的他 决定放下工作 用一段时间带孩子来环台 让彼此在冒险的生活中 可以一对一地 专注在彼此的身上 希望孩子对自己的信任感 也可以慢慢地增长 也期待自己可以实践出 基督信仰里父亲 在一个家庭当中 所该扮演的角色 爸爸很愿意 用陪伴的方式 来告诉他爸爸很爱你 哈啰 哈啰呢 我幸福啦 带着孩子在快速道路上前行 这是一位香港爸爸黄振昌 在每一位孩子上小学之前 都必定单独带着他们 用单车还台 父爱的故事甚至在2015年 还被改编成由郭富城主演的 为电影 曾经是工作狂的黄振昌 四个孩子的爸 工作是陪伴青少年级家长的社工 二十多个年头里忙创业 忙着在社会上建立基督家庭价值 但没想到陪伴了无数个家庭 找回亲子关系 却忽略了自己的家 他有时候就是 可能一个礼拜都没有在家 因为他要带学生去 不同的地方去学习 暑假的时候 可能我们只见几面这样 你两父女沟通一下 请你回去 发现快错过孩子们的黄金成长期 黄振昌开始把重心转移 把他曾经对他人的帮助 放回了自己的家庭 我很强就是带户外活动 所以我一直拉小孩子往前走 这个原因就是很想陪伴 告诉他 在入学以前 爸爸很愿意用陪伴的方式 来告诉他爸爸很爱你 有养活动的方式 黄色方式 你知道在什么时候 他会咔咔咔咔 大骚 就是在我上坡的时候 为什么骑上坡他在笑 因为我一定要站起来骑 我的屁股就左右摆 因为我要骑嘛 很用力去骑嘛 拉它嘛 所以他都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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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往后下坡的时候他会 哇 爸爸 好棒喔 快一点 快一点 其实这些小事情教我自己非常深刻 我想起我坐在小拖车里的时候 很开心 其实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爸爸要买单车 载你单车换台呢 爹地好爱 什么 爹地好爱 或许在外人的眼中 说环岛跟爱没有连结 但从孩子单纯的回应 就可以知道 爸爸脚下骑的每一步都是因为爱 这个单车换台的话 就是一个爸爸在他们心中 就好像一个有英雄的形象 你问我骑单车的过程 浪不浪漫不浪漫其实很累 但是反而我要说的 但是因为就是这种默默的很多小世界 我和关系真的很改变 我很感动于 我看到小孩子跟着我 他非常满足 我和他程序非常稳定 也没有去一直哭说要回家 要再见妈妈 这样这样的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他们小孩都是要母爱 也是要父爱的 我觉得现在的家庭 家庭里面好像爸爸的角色比较没有很重 也是在 但是没有很重 这是我觉得他们的亲密情度 好像比较多了一些的时候 那个爱比较完整一点 平常的话一定会第一个事情就会牵妈妈的手 对不对 但是回到香港之后就开始常常会牵我的手 也当然不是一个这样的单切行程会改变所有 但是因为我都找到我这个爸爸的身份 就叫我是我这个爸爸工作狂的 很愿意去从心底去改变我的工作的心态 曾经背影是对父亲最贴切的形容词 但黄振昌选择用踏板踩出新局面 与他们看着同样的风景向前之时 那背影也照亮了孩子对爸爸的崇拜 接下来再带您看到一位高龄95岁的陆振国牧师 20年来他每天开车往需要的家庭去送物资 那我们在跟拍牧师的过程中也发现 他也可以说是牧师们的牧师 常常关心后背牧者的心情 就像一个在信仰中属灵的父亲一样 所以很多人讲说 那么大年纪来在累累累累累累累 开车有危险 手脚会笨 我说我手脚也不笨 我也不累 我的心三十几岁 今天我们要出发 我们要去小岗 还要到本业 还要到西流 今天一整天 采访团队跟着已经高龄95岁的陆振国牧师的日常 二十多年了每天开着车子上山下海 在这师母到各地了解需求 发送物资也穿福音 先生有点残障 现在没有办法用力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需要 那尽量地能够有些爱心人来帮助一点 先生先生您要怎么样 我昨天去打工 我做半天我就没有办法 因为我这个要 早年因为先生挥力工作受伤 家里的经济支柱一系垮台 孩子们的身体也都伪扬 因着牧师师母回到部落探访 发现了他们的需要 我们家里有八个 但是这三分的人就两个 他那样的皮疑崩命的最关心我们 其实我们的心里也蛮心疼他 就是在话 因为按照一个年纪 这么样的一个长辈 能够这样子的挺身来帮助我们 这个是我最大的感动 也是一直鼓励我 牧师每到一个家庭都会先倾听 对方的心来威 再用上帝的话语安慰造就 或许有些人无法上教会 但牧师的期许是 用自己的身体力行 把上帝带进他们的家中 这个已经有感染的现象了 力行的医院行程 还得知了隔州要禁院去开刀 但这些依旧不解牧师 下一刻要去探访的热情 继续开着车子 牧师说他有个习惯 就是在大街上到处绕绕 看看有没有一些小教会被漏掉的 因着曾任基电会理事长的职位 帮助他拉近与陌生教会的距离 原来很小的伊玛内利教会 在那个奉平路上 后来搬到这里以后 他们就变成长子教会 神会透过这些真正爱主的人 来关心教会的需要 真的我们看到了 我们校被教导的 他如果有感动有看见的话 他会主动的 我可以跟你沟通吗 我们跟神关系 不对你没办法结果的 他怎么样的背负这个爱灵魂的心 我真的是被这个吸引 对 他不愿意省得仆人做一个糊里糊涂的 对他们两位老人家要来 我真的是好像接待一个很贵重的贵宾 我希望帮助他教会成立 所以我今天最后跟他讲 修行七家治国平天下 你自己在那边觉得靠别人没有用 在这个牧师熟了以后 他会有负担 讲到有什么缺乏 让我们带导的话 我们可能在需要帮助的帮助 空军退伍到75岁 也卸下学校教书的职份 因着基电会的服事 到各地分享见证并发送圣经 牧师说他越分享越有负担 于是在86岁成为了传道人 到了92岁 在高雄众牧者的见证下 按例成为牧师 他更自比是自由传道 我们从陆牧师家里的日历 也发现到各地教会的讲道行程 已经排满整年了 使徒保罗不讲吗 我不是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感谢主我们有没有个心 我愿意完全 我们服事是最喜乐的事情 最快乐的事 我们也有服事都说 哇 我们就 精神就来了 我们就很高兴 我今天做的时候 没有想到我做到多少岁退休 没有 我就做到我不能做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牧师说他回忆起过往的生命 没有特别的神迹 也没有说方言的恩赐 一切传福音的信心 都来自于圣经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陆正国牧师95岁 依旧竭力服事 让人体会到圣经诗篇说的 他们白发苍苍的时候 仍然茂盛 依旧饱满长青 从两位父亲的身上 看见用实际的行动 实践圣经的话语 让爱从行动的基础上 一点一滴的展露出来 疫情续缓 炎炎夏日 台北松山文创园区 引进了挑战 安藤忠雄展 以1比1原尺寸重现 日本当代建筑大师 安藤忠雄 在1995年 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 作品光之教堂 让观众近身接触 安藤忠雄建筑设计的美 这一件作品是老师在 非常早期的时候 所创造的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因为这一座教堂 在创造的时候 其实是一群信徒 他们想要建设一个教会 但是其实经费 非常的不够 在大家同心合力的努力之下 也在安藤老师的协助之下 创造了这一所教堂 进到这个空间之后 可以看到由光线 所营造出的一个十字架 所以它也体现了 在圣经当中所提到的 神就是光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这次要花了 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 来打造这个一比一的空间 就是因为建筑 它其实是需要人以身体 然后跟自己的感受 来去体验这个空间 由中泰美术馆引进的 挑战安藤忠雄展当中 除了光之教堂外 也展出安藤忠雄的手稿 以及建筑模型 从他早期创作的住宅作品 一直到新旧融合的建筑呈现 都看出建筑师的风格 那他所使用的材质 就是清水混凝土 这个也成为安藤老师他的特色 他创造出一种非常极简 而且让人可以在当中 感受到平静跟安静的一个空间 第二个特色就是 如同在光之教堂里面 可以看到的 安藤老师他非常擅长 运用他的设计 来去捕捉光线的变化 安藤忠雄建筑作品的特色 不仅展现建筑结构光影 而且建筑的设计 还与当地自然生态地景融合 挑战安藤忠雄展 将持续到9月13号 欢迎您到松山文创园区 体验安藤忠雄建筑的魅力 除了挑战安藤忠雄展 欣赏坐落日本大阪光之教堂的风采之外 在东京巷弄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教会 也是安藤忠雄的作品 跟着好消息日本办公室的镜头 一起来看看 于2014年落成的东京21世纪基督教会 是世界级建筑大师安藤忠雄 在日本设计的第六间教堂 擅长以光影和空间 营造环境氛围的安藤忠雄 特别使用了等腰三角形 在21世纪教会的设计中 玄関から入ってきて この街道に入るときに正面に十字架があり 本来三角形の閉ざされた空間に とても広い宇宙のような空間が創造されている この三角形というのは構造物では 最も強い形だそうです そしてこの三角形の中に 聖書でいうところの三密体の神様の強さ この建物の壁はトガノで作られていて トガは人間の罪を表して そしてこの人間の罪に覆われる この礼拝堂の正面に光が差し込み そこにイエスキリストの十字架の救いが デザインされている そのような礼拝堂となっています 在天花板会集 以及通过三角形顶点的日光 不只在主会堂营造沉稳的力量 更一路向下 貫通小礼拝堂及受禁止 就連地下室工会有活動的咖啡廳 也是明媚温暖的空間 大勢の集まる場所になりました 礼拝の前また礼拝の後また平日も たくさんの人が来てこのカフェテリアを用いて たくさんのお交わりがあることに本当に感謝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コンクリートがあって暖かい温もりの木もありまして そして本当に天から来るような光がその中で教会員とか 僕たちはスタッフたち皆さんいつもここで本当に神様の臨在を楽しんでいます 積極的清水魔与游走空間中的日光 創造安定的聚会氛围 三角形結構的21世紀基督教会 作为東京的基督信仰地標 持续前行 Good TV Japan 采访報道 很有特色的三角形教堂 未来有机会前往日本東京的时候 不妨拨空前往 亲身感受21世紀教堂的宁静安定的氛围 除了鎖定Good TV 频道之外 也欢迎您在网路上关注Facebook Good TV App Instagram 以及订阅Good TV News YouTube 频道 谢谢您收看好消息国度瞭望 上帝私服您和您的家人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